發視在地新聞 鄉親啊 大家平安 今天是順利的二月十八 鼓勵的將會催促 禮拜四 二十四這季 今天來到貨水 就是氣溫開始回回來 降貨水比較多的時候 是就這個共和大陸冷氣團 跟福祥冷協的影響 早上去我們在新北市的 相駕是八度到 要提供我們的鄉親 是大陸到明天早上會更冷 是這部冷氣團上冬的時候 去上郊 持續來發佈到 極溫的迪步 台南以北十六的館市 會六天到十多以下 對那東半部 會留一些地沾鑽好之外 其他的地区都是 坐風到好聽 一陣子就很溫暖的日圖 連廚早上也飽 時期才拍日圖 民眾也說很有春天的感覺 只有穿這樣跟這樣而已 那白光啊 不會喔 不要去讓日圖騙去 春天也不來 強烈大陸冷氣團 繼續影響全台灣 十八號晚上到十九號早上 也是最冷的時候 這一波的一個強烈大陸冷氣團 預估會影響到明天中午的清晨 預估在明天的低溫 會比今天清晨還要再低一些 氣象局也是持續的發佈低溫特報 拜託早上台南伊伯 宜蘭花蓮 都是紅色電腦 會出現八度到十多個溫 因為那地区只有八度 不過過年之後 各地氣溫會比較快 在明天白天預估在北部以及東半部 可以高溫來到20到22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是23 24度 也造成了明天白天 其實在日夜溫差 是比較大的一個情形 可以來到10度以上 這兩天以後溫差更大 提前鄉親一定要淺比較燙 是大人可以喝一些鹹梅 才是熱水 溫度繼續下降 不過天氣方面 除了華蓮台東 會有協布地站好 其他地方都是好聽 另外大家都很關心 今年的第一次風台這樣的行程 不然這個藥代機企業繼續用藍海刷燈 不過要是要觀察 在這之前要是要請給消 拼命去感到